奥特曼人间体的变身器都是怎么来的,众所二位粉周知,想要成为奥特曼,两条必要的条件几乎是少不了的,这第一条件就是要被光选中,而另一条就是得有个气派的变身器,虽然在这么多奥特曼中,总归有几个是靠一年变身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间体还是离不开变身器的,而为了预防屏幕前的小伙伴出现被光选中后,没有变身器使用的情况,本期二位就给他盘一盘,历代奥特曼人间体都是如何获取变身器的,第一种奥特曼赠予的变身器,在很大一 一部分情况下,人间体的变身器都是由奥特曼亲自授予的,早在初代的题为中,就是由曼哥哥赠予早田的贝塔胶囊,虽然这大概不能算赠予,得算不小心创死早田后的赔偿吧,而且赠予的方式也是直接丢到了早田的身上,保不惜曼哥哥刚开始也有点不情愿,而在这之后的艾斯和泰罗当中,授予人间体变身器的排场,那更是一次比一次大,两回都是奥特五兄弟到齐,在这种情况下,被授予变身器的人间体简直不要太有面 奥特五兄弟,现在奥特六弟泰罗奥特曼诞生了,你们以前都是这样诞生的,泰罗奥特曼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要帮助他 不对劲,十分有九分不对劲,怎么被授予变身器的时候,这几位都是半死不活的呢 而且纵观至今为止的奥特曼,似乎大部分被授予变身器的人体体都有这种情况,就例如被没有把击弱的大骨 在火系上氧气即将耗尽的杰克星多,快要被迪玛加火球击中的大帝等等等等 除了凯伊这个,三大特赦都有小号的大佬以外,貌似也就飞鸟,仗着有他跌照的,还没啥事的时候就直接变身了 所以说,变身器由奥特曼亲自送固然很好,但也得承担变成奥特曼前,可能会突然暴毙的高风险,所以还是不太划算的 第二种种族赠予的变身器,以种族赠予的方式获得变身器的,那可就是蝎子爸爸足一份了,没错,就我们的现代老二 维克特利安的三好青年,弟弟人阿强,维克特利的变身器,维克特利圣枪 是在太古时期由大卫的本体交给维克特利安人,用来保护维克特利水晶的 并且这把圣枪也被其族群一直保留至今 而在切本新人,阿克萨拉来袭,弟弟的维克特利安水晶面临危机时 这把蕴含了强大能量的维克特利圣枪,就被齐沙拉女王交给了祥,同时交给他的,还有守护维克特利安的使命 不过祥后面还是被小光,被拐去一起当宇宙该溜子了 虽然这种变身器的获得方式,确实算是最轻松的 但是阿伟寻思下来,应该也没几个人,家里会祖传变身器吧 人间体变身器,都是怎么获得的 第三种,本体奥自带变身器,这类变身器,已经不能说是获取了 实际上就是本体奥,为了走个形式,而存在的变身道具,就例如七爷的奥的眼镜,老师的电光芒等等 但即便你是本体奥,一旦没了变身器,还是没办法变身的 最新典的例子就是七爷了,明明自己是史上第一个本体奥 但是只要眼镜不在身上,那该不能变还是不能变,因此总会被宇宙人钻了空子 在TV里总共被偷了三四回眼镜,甚至还自己弄丢过一次 难怪在几十年以后,阿王给小孟发变身器时,就直接给他焊在手腕上 第四种,人类制造的变身器,这一类变身器呢,除了内部奥特曼的力量以外 整个变身器的结构都是由人类手挫的,几乎各个都是人类顶尖科技水平的体现 当然,奥特曼当中的世界观,也很少有这么逆天的人类科技 因此这类变身器也并不多,仅仅只有盖亚的蓝宝锥,阿古如的蓝宝拙 X的X终端,以及特利加的圣理神光芒 而这当中作为逆天的,就是由我们的圣章人同学,开发的圣理神光芒 这款变身器到底有多逆天呢,圣理神光芒不像其他变身器,只能变成指定的奥特曼 只要你有奥特曼的力量,就可以将力量注入到密钥和变身器中,变成自己的变身器 甚至就连张人之前的失败品,都可以被伊格尼斯注入黑色的力量,变为黑色神光芒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特利加的体位中,已经有四位奥特曼是通过圣理神光芒 或是其衍生品变身了,这泛用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逆天了 并且圣理神光芒,可远不止这一把,圣章人不止造了三把正常的,以及一把伊格尼斯用的残次品 甚至还量产了一堆不能变身的猴板,并且每一把还都能发射结盾的一兆度火球 年纪轻轻的,就能造出这么牛逼的变身器,也难怪大家都想让张人 成为超人阿光的心境人间体了 所以要是现在就开始努力学习,等到将来智楚被充足以后 再尝试手挫变身器,貌似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第五种,自己找到的变身器,如果想要成为奥特曼的话,这种方式就是最靠谱的 毕竟在广阔的宇宙中,专门就有这么一颗星球,是给想要成为奥特曼的人一个试炼的机会的 没错,那就是黑心企业欧50,像什么红杆的欧布圣剑,欧布圆环,罗布兄弟的罗布回旋闪光 那都是从欧50批发来的,当然,这前提是你得登上极其凶险的战士之巅 只要你有本事上去,那最次也能拿到个怪兽的力量 什么,你问为什么加古拉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嘛,远古的设定,还是不要纠结太多的好,况且我加哥,就算没有光的力量,现在不照样过得好好的嘛 而除了欧50的战士之巅以外,也还曾有一款变身器,是指引着被选中的人际体找到自己的 那就是银河的变身器,银河火化了,只能说不会是新现代老大哥的变身器 直接就把远在英国伦敦的李唐光,给召唤了自己老家的小学来找变身器 甚至还怕李唐光不会用,还专门配了个皇太子来充当说明书,这待遇也是没谁的吧 而除了上述两款以外,奈克瑟斯的进化信赖者,其实最初也是需要适能者自己去找 只不过并不是在现实世界中,而是在自己的梦境里,会出现一座遗迹 奈克瑟斯的十字翼,就隐藏在这座遗迹当中 只要敢于进入遗迹,并触碰十字翼的话,就可以获得奈克瑟斯的力量 而梅菲斯特的人间体勾吕木,就是因为找到了遗迹后不敢进去 才会于光的力量失之交臂,最后被梅菲斯特所蛊惑 不过从连帝开始,这样十字翼,直接出现在适能者的梦里,这样倒也省了,适能者不少麻烦 并且还能避免被黑暗势力杰足先登,唉,早这样不就得了 而像这样自己找病人器的,其实还有杰德,虽然小鹿也算是半个本体 但是在前面的18年里,一直是被当人类养的 直到其意外的启动了新云章,才在里面获得了杰德升华器 不过这怎么看,都像是小鹿阴差阳错找到的吧 这万一要是小鹿没找到新云章,直接跟着其他人去避难了 那杰德岂不就提前完结了吗,总而言之,要想成为奥特曼的话 自己动身去找病人器,也算是最靠谱的方法之一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尽主意,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